第四小龙 大家可能不知道 狄龙的原名叫谭富龙 他从小便学习勇春拳 基本上是与李小龙 同一时代的武打演员 当年电影《死角》 征选主角的时候 狄龙从众人当中脱颖而出 并以演员的身份证实出道 由于其长相气质出众 他还与江大卫组成黄金搭档 以英俊帅气的大侠形象迅速走红 只可惜 随着时间一长 传统武侠片已经走起下坡路 为此年近40的狄龙 遭到公私的辞退 这让身受打击的 他一夜之间苍老了不少 以至于从那一年开始 狄龙不再拘于武侠电影 开始转型向现代电影发展 并很少再出演武侠片 可能正是体会到娱乐圈的现实 狄龙40岁转型出演 《英雄本色》的时候 他在戏中以一句台词 我不当大哥好多年了 由衷地让观众们感到唏嘘不止 为此他不仅结识了张国荣 还凭借这一部电影 获得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 再次成功走红于香港影坛 并且接二连三出演了 《人民英雄》 《英雄本色2》 《豪门夜夜》等多部电影 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成绩 大家都知道 狄龙红火的时候 成龙还只是一位 刚出道的小演员 但俩人依旧成为了 交情不错的朋友 狄龙多次帮助成龙 在影坛发展 哪怕在转型之后 狄龙也难得友情 出演武侠功夫片 《罪权2》 他在戏中饰演了成龙的父亲 为此后来成龙 见到狄龙都会玩笑地 称他为爸爸 除了作品以外 最值得一提的是 狄龙的婚姻 他30岁的时候 迎娶了19岁的妻子 陶敏明 俩人曾因为拍戏问题 而大吵一架 原因在于 从小习武的狄龙 拍戏从来不肯用替身 无论什么高危险的动作 狄龙都会亲自上阵 虽然在圈内 他这种敬业的精神 值得大家尊敬 但作为家人 难免要为此感到担心受怕 为此 妻子陶敏明无奈之下 只能为狄龙买保险 而狄龙事后也向妻子道歉 表示以后拍戏会小心谨慎 如今 狄龙已经71岁了 他的儿子谭俊燕也已经结婚了 除此之外 狄龙还有一位可爱的孙女 他不拍戏的时候 经常会带着自己的孙女四处游玩 享受天伦之乐的幸福 特别声明 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 版权或其他问题 请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 与新浪看点联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